意大利公布果树的农药残留含量 最高的居然是它 意大利华人街消息 身在意大利 湛蓝的天空 碧蓝的海水 似乎污染是不存在的 农作物都是绿色健康的 但事实上 根据法国Gurose分析 在欧洲我们使用的食物 仍然没有逃脱污染 即使是有机食品在测试中 也同样含有农药的残留 尽管这个含量十分的轻微 欧洲的一项战略从农场到餐桌 计划到2030年 全欧洲范围的农药使用量简单 但并不是每个国家都赞成这样的战略 比如意大利 在意大利不仅仅没有接受这样的计划 反而还是欧洲最大的违禁农药出口国 这样的数据是由英国的一个 绿色和平组织调查的结果 我们在购买的食品 主要是水果和蔬菜 经被一些致癌物质 内分泌干扰物质所污染 Gurose的分析 基于14000多种产品的数据 从这种材料中可以看出 水果和蔬菜均受到高度污染 举个例子 四分之一的葡萄柚占比27.4% 含有一种内分泌干扰物 鼻鼻养分 它们认为能够导致头部和大脑畸形 我们再来看看受污染严重程度排名 以下数据代表这类水果或这类蔬菜 被有害残留物污染的概率 百分比越高 代表着市场上这些产品被污染的数量越多 特别是在苹果中 还发现了一种杀菌副充菌 而在印章中发现了对生殖有毒的杀虫剂Fastmat 以上数据都是常规的水果和蔬菜 没有包括有机农产品 有机产品虽然依旧检测到微量的污染 但是含量还是远远低于常规种植的农产品 看完这个视频 机友们应该知道在意大利的食品 事实上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安全 绿色无污染 买回家的蔬菜和水果还是要认真清洗 如果有宝宝的家庭 意大利卫生部健康营养计划 PNS推荐 尽可能购买有机食品 使用选择 是以后 除了一下 尽可能 并且这边